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年来 全国超过三分之一的新物种发现于云南 是全国发现新物种最多的省份 云南的生物多样性与云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密切相关 云南最高海拔6740米 最低海拔76米 具有北若带 南亚若带 中亚若带 北亚若带 暖温带 中温带 寒温带和高深寒带等不同气候类型 周围生物的演化 繁衍 提供了适宜的双镜 运运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 云南国土面积价占全国的4.1% 诞生态系统类型居全国之首 其中 亚洲象 印度野牛 绿孔雀等野生动物 华盖木 乔家武征松 样笔气 云南金钱气等野生植物 仅分布于云南 同时 云南拥有大批古老的结义种 特有种和西有种 成为全球重要物种类群体元 分化及分布的关键地区之一 作为云南多样生物中的一员 我真是太幸福了